大家好 现在已经进入了天气凉赏的时候 就是秋高气爽 也有很多人都已经养上一些花花草草了 特别是多肉 多肉也是很多人都喜欢养的一种植物 不过进入秋季篮 如果想要养好多肉的话 一定要做好下面这几点就足够了 第一就是多肉 十分分差比较大的环境生长 如果是肉养条件好的话 多肉生长是比较好的 这样更容易养出状态的 在室内养护的话 如果是晚上在室内养护 一定要保持通风 太大的分叉的话 对多肉上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一定要给它做足这两点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浇水了 浇水的话 如果就业分叉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的话 一定要给它合理的浇水就可以了 让它进入生长快速的上色的阶段就可以了 这样多肉就会慢慢的上色的了 然后就是光照 光照的话 在秋季的话 最好给它做一个传预照是比较好的 因为秋季的光照是比较的温和的 做足传预照 让它上色更加快 最后一步就是施肥的 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 可以给它寄做一些肥料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些王豆肥 如果咸麻饭咸臭的话 咱们可以给它 到网上去购买一些多肉中用营养也是可以的 而且那也是比较的便宜的 咱们就是用一个煎嘴糊 按照配比的说明比例 给它沿着花盘边缘 这样简单的细段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这样就起到很好的生长效果了 所以朋友们想要养好家里的多肉的话 不妨给它做足这四点 这样就生长的比较好了 它上色也是比较的快的 好了 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 下集再见